海洋中心 这里所展示的全部都是活体的海洋中 您看这一群游动的鲨鱼 原以为只有在海洋中心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没想到在博物上 也能大爆眼睛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鲨鱼 在面前迎来有趣 这个景象让我想起了一本小说 都是海底两万里 走在这个主题馆里 那些感觉只有点像坐在海底的隧道里 除了鲨鱼 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海底手 您看前面这个展示是不是很科幻 在这些圆柱形的容器里 所展示的是各种各样的水 各种各样的水 这个博物可以说展示了海洋的方法秘密 既有海洋数 也有航海技术 看完这个展观 接下来我要带您去看 一个介绍与轮船相关的展观 那个展观 就在这个蓝色家园展观的旁边 它叫做从春帆到行轮 顾名思义 这里就只介绍了帆船与轮船 走进这个展观 咱们立马从水下来到了水面 首先英国也来的 就是一个巨大的帆船园 一下就把参观者 瞬间带入了大航海时代 这展望主要介绍了 大航海时代一些帆船的技术 与设备 以及蒸汽轮船的相关内容 您看 这些帆船模型 就生动的表现了 各个时期的一些帆船的样式 如果您是一个 对航海感兴趣的人 到了这儿 一定会看得过瘾 你看咱们前方 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毛 而这古老的航海图 也记载了人类对海洋的探索 这些都是航海图 这个站管里 有各种模样 与轮船和帆船相关的设备 您看 咱们眼前的这些仪表 都是船上的布件 很多都是我头一次看见 所以我很多也叫不上名来 这里还介绍了各种水手节的打劫方式 前面则是轮船的各种旗子 过去的轮船通讯不方便 是要打旗语的 这里不但介绍了 轮船与帆船的各种布件 还介绍了航海文化 可以说船上的方方面面 都会在这里做一个展示 您看前面这几个牌子 就是船手牌 很多在书本和电视里 听到过的东西 在这里都能够看到食物 走在这个展厅里 再配合这个昏暗的灯光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走在一搜 古纳的轮船 刚才那些机器 可以帮助船的定位 这个叫做操作 斯洛基 也是帮助船定位 在那个时候 没有GPS 这座国家海洋博物馆 有非常多的展览 今天咱们只去了其中的两座 咱们现在将要去的 就是今日海洋展览 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型的章鱼 在这个展览里 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 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时看不到的 根据海洋深度的不同 海洋中生活的生物种类也有所变化 咱们平时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在前海中 生活的海洋生物 而这个餐馆中展示了 与海洋相关的 从天上到海底 各种各样的与海洋相关的生物 您看 这些螃蟹和龙虾 您平时见过这种造型的吗 这里还展出了很多鸟类的标本 走在这个场馆里 感觉就像走进了自然博物馆 这个场馆不同于之前我带您去的场馆 这个场馆中所展示的生物 基本上都是现在海洋中所生活的 有很多海洋生物是属于哺乳动物 您看 这只鱼的鱼鳍部分像不像的手 走在这里 会感觉自己平时对海洋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 而海洋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东西又太多太多了 您看 前面这个就是车渠 属于珍稀的贝类 这座展示中的海洋生物标本 我觉得比斯兰博物馆中的海洋标本还要齐全 您看 这是鲸鱼的谷歌 这些是飞鱼 它们都拥有翅膀 这些翅膀可以让它们跃出水面 滑翔一段距离 这个是带鱼 想必须很多人都吃过带鱼 但是这样的带鱼可能都是头一次见 这个是北极熊 这个展馆的海洋生物非常的全民 从天上到陆地再到海洋深处 凡是能与海洋沾上边的 这里几乎都涉及了 在这转上一圈 绝对是长知识之旅 而这座今日海洋展馆 仅仅是国家海洋博物馆 众多展馆中的一个 接下来我还会陆续带您看看其他展馆 此外之前我也拍了多期国家海洋博物馆的视频 您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国家海洋博物馆专辑里去观看 在这座展馆的出口说 我发现了这么一座塑像 一只鲸鱼的身体里有各种各样的海洋垃圾 它就像在提醒中的 要时刻注意 保护海洋的环境 感谢观看